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张渲染合成片 在本章我们会了解一些blender的合成器的基础用法 然后我们最后再一起把我们之前做的这个小场景 渲染成一张张的图像序列 最后用blender把它合成一个视频 首先这节课我们先了解一下blender合成器的基础 那什么是合成器呢 通俗来讲就是给你这个视频加视觉特效 你就这么理解吧 它是一个给视频做美颜做PS的一个工具 它不光是降格到调色这么简单 它可以加非常多天马行空的特效 其实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自己去建模自己去做的 比如说下个雪了 翻个火了 还有我们这个场景里面那个小萤火虫乱飞 你完全可以用现成的素材 然后合成到你这个视频里面去 就不需要自己做了 而且还可以省资源 一般做合成我们有单独的软件 比如说after effect Nuke Fusion这些 但blender为了省去你在各个软件之间 转换的麻烦 它也极成了一个合成器 可以满足你大部分的基础特效需求 那我们来看看blender合成器是怎么用的吧 首先我们打开我们之前做好的那个文件 好 那合成器在哪里呢 如果你想找到合成器的话 你可以到这个右上角 把这个窗口切换成合成器 或者你也不用转换 直接点这个合成的标签 如果你是英文版的话 这个叫compositing 我们之前讲了在blender里面万物都是一个节点系统 合成器其实也是一个节点系统 那怎么没有看到它节点呢 把这个窗口往下拉一点 好 打开合成器没有看到节点的话 你需要勾选这个实用节点 你就看到这个背后的节点系统了 那这个合成器的节点系统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 有个同学可能就说 那我不学这个合成器 我不是一样可以渲染出来吗 你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 道理是这个道理 就是如果你不需要什么调色 也不需要加什么特效的话 其实你完全可以直接忽略这个功能 就直接输出去好了 但是我觉得一个基础入门课程 这个合成器还是要给你提一下的 就是你以后肯定会有这个需求的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 合成就是一个输出节点 就是合成这个输出节点呢 它接受到什么样的东西 你F12渲染出来的结果就是什么样子的 那这个渲染层呢 就相当于你做了这个东西的生涂 就什么东西都没加 什么滤镜啊 美颜都没加 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节点的样子 就是你中间什么都没有 那合成器干啥呢 合成器就干这个活 就是在你这两个中间加各种美颜滤镜 然后把你美美的包装出去 那你现在应该能够理解这个合成器的节点系统 是什么这个逻辑了 很简单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合成器的使用步骤 首先第一步你要找到一个位置 渲染出一张图来 就是一张圣图出来 你都要给它一个东西吧 好我们就选这一针吧 这针挺漂亮的 我们F12渲染一下 OK渲染出来了 我们回到咱们那个合成器吧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这是因为我们还少一个东西啊 如果你要看到咱们渲染的预览的话 你要给它连接一个预览层 好我们Shift A 选择输出 然后选择一个预览器 好我们把咱们这个生图的信号呢 给一份这个预览器 然后你就能在背景里面看到 你刚才你渲染出来这张图了 那怎么去缩小咱们背景这张图了 你可以按照V 然后它就会不断的缩小 对 然后怎么放大呢 Alt V就是放大 然后就这样放大了啊 好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给咱们这个生图 也就是这个渲染层和这个输出中间 加各种的特效了 为了方便预览呢 我们可以按着Shift 然后右边在这边滑一刀 滑出来一个连接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连接点 连到咱们这个预览器上 那这个时候 你在这边加任何东西的话 就预览器上也能看得到 然后修处也能看得到 这边可以添加很多特效哈 比如说你想调节它的对比度 你可以到这个颜色里面 添加一个亮度对比度 对吧 你就可以更改这个颜色了 然后它可以马上就显示出来 好我们靠着X删掉 其实你用RGB曲线 其实更容易一点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RGB曲线 然后把它拉到中间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更改这个曲线的 去更改它的这个对比度了 你可以点击M 可以暂时预览 没有这个节点的效果 再按一下M就恢复了 好我们靠着X把它删掉 好除了这种曲线条件 你还有很多滤镜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们在这边Shift 新建一个灰光的滤镜 好加上去之后 你这边所有亮的地方 就变成这种小星星 当然你可以调整各种不同的 辉光的一种风格 我们靠用X把它删掉 好刚刚我只是举了几个简单的例子 让大家理解一下 合成器是怎么回事 它其实还可以通过更复杂的节点结构 去实现更复杂的特效 感兴趣同学 可以在这个方向继续深挖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 Blender合成器的一个降噪效果 好因为我们现在当前用的是EV渲染器 这边自动勾选了湿度降噪 所以看的不明显 我们切换成Cycles来讲这个降噪 好Cycles渲染器这边采样 这边有一个视图的采样 和一个渲染的采样 它现在当前的渲染的最大采样是256 然后降噪是打开的状态 好我们可以F12渲染看一下 好Cycles渲染会比EV渲染要慢很多 我这边还是那个视频加速的状态 我现在是用的是一台1080P的一台电脑 好你看它慢慢的越来越清楚 它可能到最后的时候 它会再给它加上这个降噪 你看它最后是这样一个效果 这一张图渲染两分钟 好为了对比呢 我们这个slot1我们先不用了 我们换一个slot2 我们换到slot2 这个slot2是我刚才用EV渲染过的 你的slot2如果之前没有用过 应该就是空的 这个没有关系 等会我们重新渲染的时候 会把slot2给冲掉 好我们回到渲染的设置 我把渲染采样调成50 好我们F12渲染看一下 好刚才我们256采样的时候 我们渲染大概两分钟 然后这个50我们看看多少 大家注意这个画面 它现在还是在比较低的采样 现在只采样了26 然后到40几 然后最后几件的时候 突然变清晰了 你看它这个只用了30秒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slot1跟slot2的区别 好现在slot2 它的采样率是50 我渲染花费了30秒 那我们切换到slot1 采样率256 你能看出来区别吗 根本看不到区别对不对 所以你明白为什么 我们要把这个降噪勾学上了 你的采样率射成50还是射成256 其实在最终结果上区别不大 但是速度上快了4倍 所以以后你不要再傻傻的 把这个采样率射得越高越好 哪怕你的电脑很好 你要大概试一下 比如说我300确实很清晰 那我射成50能不能达到跟300差不多的 那这样一下子可以省五六倍的时间 那不是更划算吗 就无论你用EVA还是SYCOS 这边的渲染降噪一般都是默认勾选上的 但有时候的项目我们需要拿到生图 我需要它没有降噪的图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降噪的勾选去掉 然后你可以渲染看一下 我们把渲染的最大采样改成五十 你不要改到上面去了 下面是试图的 改它没用 你要改到下面 好改完之后我们F2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就渲染完了 它就没有那么清晰 它最后也不会做降噪 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噪点 看到没有 好我们把它给关掉 好你看你的合成器窗口 它会自动刷新 就是你最新的一个渲染效果 没有关系 你要生图吗 我就直接给你一个生图 然后你自己加降噪器 好我们Shift A 新建一个滤镜降噪 好我们把这个降噪拉到中间 你等一下 注意看这下面 降噪跟其他不一样 它有一个过程 你看马上就清晰了 对不对 好 这个时候你还可以加其他的一些效果 比如说给它新建一个Shift A 新建一个镜头的齐变 好 你还等一下的没有那么快 因为你这边有一个降噪 它会做一个降噪处理 它才会显示出来 你可以M先把这个降噪暂时mute掉 这个时候你随机改这个镜头级变 它会同步显示 它就不会有这种延迟 因为降噪是花时间计算的 所以你带着这个降噪节点的话 它就会有这种延迟 你可以等你这所有参数全部调好之后 等最后再把这个降噪节点打开 点击一个M 把它打开 然后它做一个降噪 等一下 做好了 好 这档课主要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合成器的用法 让你对这个工具大概有一个了解 以后你可以往这个方向上继续去深挖 Blender的这个合成器也做得相当的细 比如说你可以到这个视图层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通道 这就意味着你可以通过这些通道做一些非常非常细致的这种视觉特效 如果你对这个VFX视觉特效很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在这方面研究一下 好 这档课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档课我们就可以输出节课了 我们下档课见 卡丝 卡丝 啊 感谢观看